民国96年10月3号 当年万能科技大学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举办一场校园健康路跑赛 由校长亲自领军近500名师生 绕行校园在跑出校外后折返 借由路跑活动来鼓励师生 除了平日忙于行政课业与研究之外 更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也展现问能科大的活力 并联系师生的友谊 展现校园蓬勃的气氛 当年时任万能科大校长表示 学校重视多元教育 除了课业之外 也进行规划课外和体育活动 因此特别规划校园路跑 沿着校园河滨大道 再跑到校外产业道路 吸引近500名师生参加 其中女学生和教职园组的比赛长度为1.5公里 而男同学的竞赛组则是要跑完全长2.5公里 当年虽然有不少行政人员 因为平常缺乏运动 体力不济 只能以半跑半走的方式来参与 不过至少他们有机会走出办公室 结束外面活动 也提升自我形象 七月中的报道